大家好 欢迎来到DuckLiu的五分钟系列讲座 今天我们来谈谈 在为写论文做准备的时候 如何高效的搜索和整理相关的文献 一般来说 有两种基本的搜索方法 也有两种基本的整理方法 我们先说搜索的方法 第一种文献搜索的方法 大家都知道 就是用关键词来检索 这里之所以用检索 而不是搜索这个词 是因为使用关键词时 我们不光是要搜索 还需要根据搜索的结果 对关键词进行不断的检查和调整 对关键词的搜索 不可能一次就完成 一般需要经过多轮的尝试 才能够保证最终的搜索结果 全面 有效 不遗漏 比如我们会一般先试试几个关键词 看看是否能够找到 我们想要的相关文献 如果能够找到一些 就先快速的读一读那些文献 读一读文献会对我们所使用的关键词增加了解 也可能会发现新的关键词 这样下次检索的时候 就可以适当地调整或者增加更多的关键词 这里提供几个关键词搜索的小技巧和注意事项 第一条是对参考中数的检索 在文献检索的初始阶段 最好能够先找到一些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中数的文章 这时候可以用reviewend里的关键词 或者reviewoff里的关键词来检索 这样可以快速的找到相关的文献中数 先阅读这样的一些文献中数 对于我们筛选关键词和下一步的检索策略会很有帮助 第二选择关键词的时候 可以先查查采用的关键词是否属于搜索数据库的主题词 如果不是可以考虑使用上位词 也就是指代范围更广的词 使用上位的主题词来搜索 可以找到那些相关但使用不同关键词的文献 由于每一个关键词都有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表达方法 如果没有合适的上位主题词 我们可以设置检索式来尽可能的包含关键词的所有的同一词 进一词或同一术语的不同的表达方法 比如说如果我们有两个关键词 A和B A有A1 A2 A3等多种表达方法 而B有B1 B2 B3等多种表达方法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设置检索式 首先用A的命令分别去搜索所有和概念A相关的文献 以及所有和概念B相关的文献 然后用AND的命令得到A和B这两组文献之间的交集 我们还可以不断的调整检索式来细分搜索结果 使得每次搜索结果的数量可控 比如使每次搜索结果只出现100篇以下的文章 以便于下载和整理 而下自检索则可以用不同的检索式来搜索不同的细分领域的文章 所以每次所用的检索式最好都要有记录 使文献搜索有迹可循 这对长期进行的或者是几人合作的文献搜索工作尤其重要 最后如果发现了好的关键词和检索式 可以在数据库中设置关键词和检索式的跟踪 比如用Google Scholar中的Alerts功能 我们可以在Alerts中设置检索式 每次当这个检索式搜索到有新的文献的时候 Google Scholar就会自动将新出现的文献通过email发给你 此外很多文献数据库都支持RSS订阅 可以根据你设定的检索式帮助你随时获得最新的文献 以上是文献搜索的第一种方法 就是关键词检索 而文献搜索的第二种方法是 通过关键文献或者是关键作者来找到相关的文献 这里要注意千万不要以为搜索文献和阅读文献是完全分开的步骤 可以全部搜索完了再统一阅读 实际上为了提高搜索的效率 阅读和搜索最好应该同步交叉进行 我们对文献搜索得到的文章要尽快的阅读来判断它的品质 同时参考文章的背影次数 每次当我们发现了有价值的关键文献时 都应该设法通过它来获得更多的有价值的文献 我们可以根据这篇关键文献的引用关系 向前向后找文献 既可以找这篇文献引用的文献 也可以找引用这篇文献的文献 我们还可以用文献引文分析软件 比如HistSite来建立文献之间的关联 利用引文分析数据来查找相关领域的关键文献和关键学者 这个引文分析软件以后我们有机会再相谈 当我们找到某个在这个领域有建树的学者 或者是多次发表了相关文章的作者 我们也应该专门对这个作者进行搜索 去找这个作者更多的文章 与对关键词和检索式的跟踪类似 我们也可以在数据中设置引文跟踪 或者是作者跟踪 来自动的获取关键文献的最新引文 或者是关键作者的最新著作 以上两种搜索方法是互相交叉互相支撑的 比如方法一通过关键词搜索 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关键文献用于方法二 而方法二通过关键文献的引文找到的文章 可以用来检验在方法一中所用的关键词是否合适 应该如何更新 更新后我们可以再进行下一轮的关键词搜索 我们搜索文献时 对这两种搜索方法应该交叉使用 才能够保证最终的搜索结果更加的全面 文献搜索找到的文章的数量 往往比你实际需要的要多得多 所以我们最好对搜索得到的文献进行分类整理 以便于以后的阅读和筛选 对于文献的整理有两种基本方法 一是分类存储 二是对文献命名时体现出优先级 首先我们可以把文献根据具体问题分类 分别存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 一篇文献可以放在两个以上的类别之下的 所以不用担心类别之间的互斥 如果一篇文章出现在好几个类别中 那么这可能是一篇关键文献 在文献命名时 我通常是用作者名加上发表联份加上文章的题目作为文件名 同时对重要文献根据重要程度给文件名前面加001 002 003的编号 这样按照名称排列图标时最重要的文献就排在最前面 我们每读一篇文献都可以对文章进行重新的分类分析 至少要把有用的和没用的分开 每一个文献管理软件都有自己的整理功能 记住分类分优先级的原则 具体如何整理道理都是相通的 好今天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下讲再见 谢谢大家